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尾巴冲突呢 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意外富翁投资者就说呢 这件事是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失败 同时也说呢 地狱恐怕就要来了 包括MF跟市盈呢 现在也是仅说地缘政治的风险增加 那么一方面呢 会拖累到全球的经济表现 恐怕也会继续的推升通膨 大家更关注的是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 会不会再度重演呢 德意志银行呢 也是仅说呢 那么到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停滞性通膨 也就是经济方面是停滞的 但是物价呢 是不断的往上推高 而所以呢 现在美国联准会的态度呢 也出现了转变了 包括鹰派呢 现在势力呢 是往下降 但是呢 有点是转为鸽派这样的一个味道 如果接下来升息 并不是必要的话 那么包括美股跟台股的后续 到底要如何来观察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南台科大财经系 助理教授朱月中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谢陈燕 谁好大家好 金周刊顾问林鸿文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志玲 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教陈燕 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 是不是会拖累到全球的经济呢 为什么亿万富翁 投资者会说地域就要来了 而且接下来1970年代 这个所谓停滞性通膨 真的有可能会重演吗 地狱就要来了 其实看到这个 我们会觉得很可怕 因为地狱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接连着我们所看到的 另外关键是什么 叫停滞性通货膨胀 大家别忘了 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 刚发生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谈这个话题 也真的让通膨维持在高档 一段非常长的时间 当然整个经济的状况 还好当时没有出现停滞性 这三个字 但是确实给大家 对于未来经济的发展 带来很大的隐忧 Mr.Ackman 因为他很有钱 我们要尊重他 他说这个尾巴的冲突 归咎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 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 他实际上讲得非常的完整 从这个俄乌战争 一直到尾巴的冲突 他认为说 这一连串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误 为什么 因为过去美国一直扮演着 维护地球和平这样的角色 好像也有点美国的 主义的一个思维 可是确实过去是这样 然后从这一次 从俄乌到尾巴 大家发现说 你美国的这个角色模糊掉了 或者是说你的承诺不见了 这个时候 当你没有遵守你的诺言的时候 过去他不是讲 You give my word 就是你会拿到我的承诺 可是没有 那这时候怎么办 会不会变得更危险 所以他就讲到地狱就要来了 地狱要来了 其实我觉得他后面还有话没讲完 会不会是在告诉我们说 有一就有二 有二就有三呢 因为假设只是单纯的 像这个是social capital 首席执行官讲的是油价的问题 我认为不至于到地狱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再去持续的关注 会不会因为美国没有遵守他的诺言 有一就有二 有二就有三呢 我们持续观察 但在这里面特别谈到这个social capital 的首席CEO 他讲到这个油价的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他特别谈到一件事 因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现在是中东地区 他减产150万桶 这个我们都知道 可是过去美国 在面临通膨这么高的情况下 油价也这么高的情况下 其实拜登做了一件事 他动用了战备除油 那当他动用了战备除油的时候 你外面油价怎么涨 我美国没有影响 对 不会影响到美国 不会影响 所以当时拜登心里可能在偷笑说 你看我这么聪明 对不对 我去动用战备除油 可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当你的战备除油在低档 未来又发生这种所谓的地缘政治风险的时候 当油价维持高档 你没有足够的战备除油 再来动用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就要面对外面高涨的油价 而且中东地区也非常清楚 他们也在密切观察 当你美国的战备除油 来到低档的时候 我减产 太可怕了 所以他提到油价会面临再次上涨的危机 当然这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 在讲的地域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过去 你看这个是德意志提到的 他讲到1970年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当时那个停止性通货膨胀的一个时期 1973年第一四十游危机 当时油价是不是飙高 导致通膨居高不下 好 73到75 经济衰退 通膨并没有真正的降下来 好 结果79年又接连的第二四十游危机 天啊 好可怕 那一次升息的幅度 各方面为了压抑通膨 那当时如果按照当时的角度在看 确实好像是一个地域的感觉 所以Eckman在讲的 是不是又是指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也要特别去注意 这个停止性通膨让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因为他经济停滞了 但是物价还在涨 没错 那现在因为这两年 我们没有真的面临到停止性通货膨胀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吗 可是这一次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 就是没有政府 前两年可以成功的度过 是因为美国政府大杀钱 宽松 可是这一次还有办法吗 这绝对是一个问号 所以你看IMF做了一件事情 当然以目前 我觉得IMF目前所做的经济预测 其实还没有把尾巴的冲突纳进来 所以它是调高了 美国跟日本的经济预测 但是对于中国欧洲的部分是下调 然后整个明年的GDP 它其实下调 所以我不晓得到时候 尾巴的这个状况 如果持续扩大的话 会不会影响 那目前是3%降到2.9% 主要包括中国房地产的危机 大宗商品地缘政治碎片化 其实他们有预测到地缘政治碎片化 所产生的这种情况 那通膨的一个风险 那当然最近尾巴的冲突 这个部分到底会不会给全球 你看他这句话他说言之过早 所以可能冲击会非常的大 可能会如果说当时他还没有加进去 那如果尾巴的冲突扩大的话 那你要知道在中东这个地方 未来会不会对原油的运输的路径 产生影响 这个我们不晓得 那这一旦扩大的话 我们现在当然先不太早提这个 因为如果没有扩大就不用讨论 但是确实他已经在关注这件事 所以你看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吉尔他就说 尾巴这个冲突以来 增加全球经济的风险 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点 大家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是国际贸易的问题 第二个是大家还记得 当时的俄乌战争 当然现在还在打 可是一开始发生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就是供应链 就是供应链 还有包括能源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尾巴的军事冲突如果扩大 因为目前是在区域 所以如果扩大区域以外的话 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那当然 现在会不会上 尾巴冲突也让美国联准会的 原本比较偏鹰派的态度 现在就是转变 变成是比较可派了 在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尾巴的冲突发生之后 我们还没有开盘 结果美股既然是股市跟债券都涨 好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什么 就是现在联准会鹰派跟鸽派之间的 一个态度 突然之间好像产生了一个转变 当然大家会说 可是不是说可能会有通膨吗 但是对联准会来讲 对通膨另外一个 他所想的是 这个战争会不会引发经济的衰退 他可能更担心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联准会副主席 杰弗沈9号就尾巴 已经产生冲突事件了 对不对 他说殖利率已经上升了 殖利率已经攀了这么高 之前最高的时候是来到4.8 最高 就是我讲日的收盘价最高到4.8 那这个部分 我是不是要谨慎一点 因为殖利率已经上来了 他是不是已经在反映了 已经提早反映利率这件事情 所以未来我们是不是 还有需要再持续的升息 可是我们可能也不应该 太早的降息 就是说怎么取得平衡 当然他这番话 有讲跟没讲一样 就是他到底升不升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关键人物 因为其实他已经在暗示说 不要强劲的升息 但是他也说你不要太早降息 听起来是好像有讲跟没讲一样 可是态度已经转为较为鸽派 当然更重要的人的发言是谁 是这一位 Logan Logan他是很阴的 他是达拉斯 对 他很阴派的 但是他这番话一讲 我其实也认为整个升息的可能性 应该降低 为什么 因为他说观察美债殖利率 已经上升了 那对金融环境来讲 不是就紧缩了吗 那你还有必要进一步升息吗 因为你调高利率 就是让殖利率往上 那殖利率往上 对金融环境是不是很硬 不管你要募资也好 不管你发行金融商品也好 你的成本是不是大幅提高 是会变很硬 他说那已经发生了 是不是 你看这里也降低 好 我也跟各位讲 这个廉价回来 美国的升息的 11月升息的几率 不升息的几率 应该讲不升息的几率 拉到多少 将近90% 不升息 所以高达9成的人认为说 可能接下来不会再继续升息 Logan也是其中一个 他有决策权 你要去思考 好 再来12月不升息的几率 已经接近75%了 所以搞不好今年就不升息了 就转变了 就不升息 所以为什么股市再次涨 这是一个原因 好 联总会传声筒又来了 对不对 这时候他很喜欢刷存在感 你看他这里也讲 美债殖利率的上升 会延长联总会暂停升息的时间了 所以11月暂停升息几成定 我们刚才是从几率的角度 那传声筒也告诉你 就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 在廉价我们还没开盘之前 美股就失去喷 而且股市喷发的力道 我有点吓一跳 因为我原本认为说 这个战争的问题 会不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的冲击 所以现在大家可能更在意的是 利率升息这件事情 所以不升息甚至降息 可能对股市来讲是一个利多 另外一个是殖利率 有去我刚才讲之前最高是4.8% 但是已经降到4.63% 这几天债券的价格 快速的攀升的结果 是不是也代表避险资金的涌入 所以这样看起来 只要没有变成扩大变成是 影响范围变大 趋性的一个军事冲突的话 对股货债来讲 可能还是一个好消息 好刚成言到我们看到的是 以巴的冲突 让联准会原本比较偏向鹰派的态度 现在是转为高歌 就是比较偏向歌派了 这也带动美国股市的一个上扬 当然台股在今天也受到了带动 但是真的 接下来就没有问题了吗 因为大家更关注的是 会不会演变成是战争呢 我们要请教这个朱老师 以色列是在七号的时候 被巴勒斯坦 他们的这个 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给袭击的 那么接下来 以色列也开始 全面来围堵加萨地区这一带 而且他们是做出了 不给电 不给吃 也不给油 要来反击哈马斯 这个冲突 现在又加上了 包括北方邻国黎巴嫩的真主党 他们也趁乱来偷袭 会不会真的演变成是 这个区域性的战争 这整个事件 就是因为哈马斯 去攻击了 特拉维夫 我发动飞弹 发生火箭炮 把这个整个以色列 炸得乱七八糟 死了一堆人 那大家知道 以色列下来都主教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我怎么可能会忍受这种事情 所以开始 以色列就放话了 他说我要把你打回石器石弹 你就知道 以色列总理公开这么说 你就知道了 他又说 你既然要战争 我就给你战争 五十年来第一次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说围堵加萨地区 不给电 不给吃 不给油 可是我必须讲 在此之前 这个地方也没有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以色列一直觉得是他的 但是我们刚说 这个哈马斯组织占领的这边 所以以色列的做法就是 长时间把这里全部团团包围 过去这个地方 基本上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 没有水没有电 然后通信也很不方便 那吃就更不用说 所以这个地方呢 365平方公里挤了230万人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贫困的阶段 所以你现在说这件事情 讲难听一点 跟原本也没什么 原本的状况就已经日子不太好多 他们一天本来就只有被 以色列允许他们攻略几个小时而已 而且因为他知道这边 因为他是比较激进派的 这个组织 所以以色列很怕说 你偷运武器攻击我 所以他围堵 也就是说除了人道主义 可以吃的 可以喝的 这些东西我允许你运进去之外 其他东西我都不给你运 连最基本的通讯设备都没有 好 当然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这个哈马斯组织就挖地道 反正我就偷运 所以为什么他这次会有火箭弹 对不对 那更重要的是 背后当然有人支持他 我们刚刚说 他其实已经 以色列已经完全围堵这个地方了 你还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背后当然是有人的 好 所以现在你看到 以色列开始反击了 所以他摆明就说我要越来越严格 全面封锁 甚至刚刚说了 要帮你打回实地实带 所以现在国际上很担心说 以色列真的是做得到 讲了一点 我把你这边全部的人都杀了 国际上很怕 不要以为说以色列不敢做这种事情 是有可能的 有两百多万人 对 他是有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所以现在国际上就觉得 没有错了 这个哈马斯之前做的这些事情 尤其他去攻击平民 这是犯了国际上的大忌 可是你现在以色列的反击动作 你只会针对军人吗 很难嘛 也有可能会伤及无辜 你另外伤及无辜 而且你现在这么大的一个动作的情况之下 你的反击会到什么程度 尤其如果你今天完全不给水 不给电 什么都没有 我就不要打你 你都饿死 是 那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很难解决 好 那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哈马斯组织他会有这些武器 绝对有人在援助他 谁在援助他 我们先不讲谁在援助他 现在对以色列来说 他的敌人 其实这么多年来 整个以色列在中东地区 除了他自己外 其他通常都是他的敌人 你对这个地区的历史 有所了解的话 你其实也知道 所以现在最直接的是 黎巴嫩的政治党 也开始趁乱 我也要打你 不要忘了 这里还有一个叫戈兰高地 在国际上认为 这块其实属于叙利亚的 可是被以色列占领 那你说叙利亚会不会有动作 趁机 不知道 下面这里还有一个埃及 也传言埃及相当程度 也在支持 这个加萨地区 好 那更不要说了 还有一个在更远西里亚后面的伊朗 尤其是大家看到这一次 所以南北夹击 对 就我们刚刚说的 过去几十年来 全中东国家都是以色列的敌人 不过我们说到伊朗的话 大家现在很关注伊朗接下来的态度 因为我们知道伊朗跟中国大陆 其实是相当友好的 但是美国现在也警告伊朗 你不要卷入这一场危机 对 好 现在伊朗的问题 可以说是最关键 因为我们刚说旁边那么多国家 基本上都是比较小比较弱的 可是伊朗算是强大国家 因为它产油果 它比较有钱 因为它的军事 其实相当程度 也比较先进 我们就以这次俄乌战争 大家看到俄罗斯 其实用的很多无人机是伊朗提供的 包含这一次哈马斯组织 也有用到无人机 据说也是伊朗提供的 所以伊朗的态度 真的就很重要了 所以呢 很多人就说哈马斯背后 是不是其实就是你伊朗在支持 要不然他怎么会有这么多武器 你本来应该是穷到不行的 你居然连火箭弹 无人机这些比较先进的武器 大家知道 原本以前大家都说这个哈马斯组织 他们说是火箭弹 其实就只是会飞的铁管 以前是以前是这样子去形容 可是现在不一样 人家一样有GPS 一样有有这个无人机去导引 当然站在哈马斯 他们不可能有这种能力 背后一定有人 伊朗 尤其这次 大家如果看俄乌战争 伊朗的无人机确实做得很好 可是他想伊朗刚好这么厉害 所以大家就想了伊朗背后 应该还有人 背后有谁在支持他 总体人有够多 所以呢 大家就想背后可能中国 中国 尤其你想到无人机 现在全世界无人机最恋爱 不就是中国吗 好 所以你看到美国也开始说了 伊朗你不要给我轻举妄动 可是说伊朗 有没有另外一个程度 是讲给中国听的 就是回到一个原点 因为伊朗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实力 相当程度也是因为中国在支持他 是 那不要忘了 伊朗我们刚刚提到 他跟俄罗斯的关系 其实也很好 所以不管中国 不管是俄罗斯 他们的敌人是都是美国 那美国又跟以色列是比较迷 那你说这场战争 绝对不会是只有中国 所以变成是美中关系一个新的 对 美国其实在这次战争发生之前 美国正在跟伊朗谈这个 要希望你重新回到这个核武限制的 这个会议当中 那伊朗当然不愿意嘛 而且伊朗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说 我有发展核武 可是大家都觉得伊朗有核武 所以伊朗如果真的加入这场战争 那对美国来说也好 对中国来说也好 这真的又是一个大问题了 但伊朗现在当然他好不容易 他慢慢的可以开始 因为他过去好几年 因为被美国说 他有发展核武 所以对他实施经济制裁 好不容易他慢慢的供油方面 尤其他原本只有一天 最惨的时候只剩下可以供给六十万桶 现在好不容易回到三四百万桶 所以他的经济状况 慢慢减好的情况之下 第一时间伊朗当然不会承认我有加入 要不然到时候我又被打 可是问题是又回到 刚刚那些历史纠葛 所以这场游戏 不能说游戏 这场战争 我会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结束了 好 刚刚中央时代 我们看到尾巴冲突 现在大家在看伊朗的一个动作 那么也变成是美中之间的新的一个角力 如果说接下来不会那么快结束的话 对美国的这个经济又会有怎样的一个冲击呢 我们现在关注到美国最新公布九月的PMI指数 还在容枯限五十以下 但已经是高于市场的预期 而且是创下了将近一年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准 要请教这个智林 现在大家也在看 整个包括在半导体方面 IC设计在上半年的一个调控库存之后 感觉在年底的这个购物旺季 好像是蛮有表现的机会的 是 因为那个美国的这个制造业 虽然占他们整个GDP的比重不是很高 但是他们的PMI通常是我们台湾的这个 景气观察的一个领先指标 我们从图表来看的话 它现在其实已经来到这个 农枯限五十这附近 它虽然没有突破五十 但是我想透过这个图表 它有特殊的密码来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第四季台股应该这个制造业的谷底 应该是已经过去了 原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它虽然没有突破五十 但是斐鱼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制造业它过去它都有个惯性 它就是个周期的惯性 上次的高峰在这里 那每次制造业都会有个周期的调整 那这个调整来讲的话 大概都是1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有一个周期 对 都有个周期性 那它现在其实都已经调整 超过几乎两年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地方大概可以稍微肯定 它基本上已经是制造业 一个谷底的地方 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第四季它会有机会 因为其实按照过去 它往上的一个时间点 几乎都是在第四季的地方 所以后续来讲的话 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 从这个图表可以先来佐证一下 台湾的这个电子业 基本上这个谷底已经过去了 所以第四季就有机会要往上 没有错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当然美国是我们一些重要客户 大家熟悉都知道苹果 回答这些的拉订单 都是我们台湾的一个主要客户 那当然另外一个出口的制造业 还要再看另外一个 就是中国的部分 那既然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周期 有机会过去的话 是以订单的部分 因为这些采购经理人 他愿意开始去拉货 但是这个拉货 会不会继续是我们更关心的 对不对 所以当然就要看 他的库存是不是消耗的差不多 所以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指标 来跟大家谈一下 制造业他有个新订单 简单叫客户的库存 只要他的客户的库存 相对够低的话 代表是不是后续有机会拉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线 这个是从美国刚刚已经看到了 那中国的部分 这条线是零轴的部分 这条线是零轴的部分 那他目前来讲 全部都已经回到零轴之上 所以不管是从美国 或者是从中国来讲的话 库存也相对低 大陆这边有这些 一一的购物节 那台湾 欧美这边也有这个 所谓的黑色星期五 Christmas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 可以看到 他后面就有这些 拉货的一个机会 所以之所以这样子 半导体的分析师 陆行师他才会讲说 PMI往上 他是一个领先的 所以接下来 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 IC设计跟制造的部分 在第四季的一个营收指引 有机会期待 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在这个礼拜五开始 就是美国的这个财报季开始 那会先由银行打投证 那我们会担心说 到底接下来电子股的 展望会不会不好 所以这个陆行师 他已经先跟你讲了 就是从这些的迹象告诉你 接下来展望不会太差 那财报季公告出来 我想投资朋友 多多少少会担心 因为现在这个经济景气不明 又有通膨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彭博社的一个预估 这边来讲的话 第三季的一个财报 要预估就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 其实华尔街预估 第一季第二季的这个财报 展望都不好 但是这一次 它会有个很明显的收敛 所以这一次来讲的话 财报季所公告一些数据 大家可能可以先放宽心 不用那么担心 从第四季开始到明年的第一季 其实都是一直往上回升 没错 所以斐鱼讲到重点 我们看的是什么 未来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展望是往上的 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 大概这个营收的成长 瓦尔街 彭博社这边的调查 大概有接近10%的一个成长 所以我们刚刚看完这些数据之后 我们回来看台湾的一个电子股的部分 其实现在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看到 电子股的一个整个营收 都开始在往上跑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领先指标 告诉我们 台湾的一个电子股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好 不过我们说到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那么IC设计的话 相关的一个个股 在第四季的话 到底有哪一些个股 是比较明显可以感受到 它有受惠 是 如果说要讲到消费性电子的话 直接受惠的一定就是 IC设计这个部分 那如果我们要做IC设计的话 我今天从这个营收的数字 因为我们刚刚都谈数字方面 要有明显成长了 所以我这边帮大家挑几个 营收数字明显成长了 从基本面来宣布 没有错 而且如果要做IC设计的话 我一定是要先看龙头的联发科 联发科今天的股价 它突然创了一个新高 因为今天大盘很多股票走不好 但是IC设计非常的整齐 我想你刚刚听完上面那段 就知道了原因在哪里 如果你既然要做IC设计 龙头的部分联发科 这边我有个短期跟长期的看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有哪些的题材 第一个当然就是新贵股王 就是他旗下子公司达发 他在10月19号要上市 这个就会有这个题材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库存的部分 因为库存已经在低档了 所以他跟高通之间 就不需要再杀价竞争 这个会有助于他的一个毛利率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他在10月份也有这个新的 一个旗舰天机的一个系统型的晶片 他要开始上市了 加上AI的部分 我们之前的节目有跟大家提到 主要受惠的就是IC设计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后面大概的营收的部分 大概法人预估到2026年有60美元 这个大概会占联发科将来的营收比重 会提高到两成之多 所以这个就是联发科可以强势的原因 联发科强势之后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其他消费性电子的 既然我们提到消费购物的话 那当然直接联想到的是这个笔电 那当然代表就是益隆电 那益隆电那边这边来看的话 就是他的一个笔电的一个部分 就是接下来AI的发展 要往这个AIPC 那加上换机潮的话 上市的拉获高峰是在2020年 就是我们疫情关在家里的时候 那大概预估都是四年左右会有换机潮 所以大概预期是明年 那加上AI的 2020有一波的换机潮 那接下来四年就是明年 2024又有一波 是 而且加上Windows这些 要开始态换 要上这个Windows 12 10要态换掉了 所以这个就会有带动笔电的 一个换机潮 那加上他有跟这些的大公司 不管是合硕 或者是宏基友达 他们成立了一个纯电动车的一个 底盘设计的一个公司 那就是进军策用的部分 加上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AIPC的部分 所以益隆电就会有这样的机会 再来我们看联阳的部分 这个也是NB相关的一个股票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是属于连加金的 那这些股票都有共通的特色 就是营收的年增都非常高 益隆电是34% 那联阳的部分是高达87% 这个是佐证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数据面 就是营收都已经开始回温了 那再来看一下创尾的部分 年增也是达30% 那这个是Type-C的一个生态圈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手机的部分 所以接下来购物节要买 除了笔电之外 手机也是自一 而且苹果非评通吃 没有错 那股价的部分 在季线附近做成立 那我们看一下系统 这个营收年增就非常高了 大概高达500% 500% 对那它也是消费性IC的 那它今天是工上的涨停板 那它的题材相关的部分就是 从筹码面就是卷支比比较偏高 所以这后面可能会有轄空的行情 好 刚刚这里 那我们看到在第四季 这个IC设计 是有机会来迎接旺季的一个行情 不过我们接下来也要来关注 美国这样一个做法 是特别来针对南韩开大门吗 韩国宣布说 美国即日起 他们是无限期的开放 美国这个业者队三星 还有SK海力市 中国厂房出口的半导体制造设备 要请教洪文哥 这个开放的话是只有针对南韩 所以不会针对台积电吗 是 我想每一个大的动作 它背后都一定有这种大国 他们的很多的盘算 我想我们如果从这个新闻来解读 就是说 第一个它无限期开放的意思就是说 它以后不用每一年或两年 再去重新再去想一次 然后你还要申请 我还要核准等等 就以后一路开绿灯了 让你都可以去投资最先进的设备 所以这个对韩国来讲 当然是非常好的优惠 我们从这个新闻去解读 就是说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时刻做这件事情 我想有一个很关键的 应该有两个很关键的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华为已经又卷土重来 美国是需要盟友的 所以他把韩国拉紧一点 对他是有利的 对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蛮重要 就是说因为你看 现在三星的获利又不好 记忆体现在都财报状况 我想SK HINIS也不好 这个都在亏损 三星的财报这个真的表现很差 年减幅度可以高达七成以上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动作对他们是正面的 当然是对他们帮助是比较大的 第二个当然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他需要盟友来支持他 因为过去美国对 这个不管是韩国或台湾 这个很多的补贴的条件 或者是这个友好的情况 都没有那么明确 我觉得就是说当你面对的是 因为我觉得华为已经在开始 在做第二波的反攻 所以我想美国应该要给他们 一些比较好的条件 第二个刚才就讲到就是说 那对台湾台积电也没有开绿灯 所以说台积电你如果要在大陆 投资更先进的设备 它并没有允许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真的它还不会这么快 为什么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记忆体跟金元代工来对比 记忆体的制程技术 是没有那么先进的 这是第一个 当然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记忆体的产业里面 大陆还是算比较是后来才切入的 所以他们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 可是金元代工的制程技术 事实上大陆是追得很紧的 我想我们刚刚在讲华为中心 7奈米 他已经很认真在做了 当然就是对美国来讲 他就会觉得就是说 台湾总是好像会有一些些把一些 因为台湾的在做大陆的生意 还是比重还是高 所以对台湾会比较多一点提防 事实上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韩国当然 这个我们刚才讲 就是说他给韩国开放 这样的一个条件 我相信他也一样 相对要求韩国 不能把技术人才 外流到大陆企业去 这个我相信他们这背后 一定也有一样的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协议 一定不准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如果 你如果就是说给他开放 然后又开了一个口 然后让那个技术外流到大陆企业 那我想对美国来讲 他一定是不允许 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美国把韩国拉紧了 那接下来怎么对待台积电 或者是怎么对待台湾的 这个产业 我觉得很值得观察 我要再请教 宏哥说到台积电 现在开始已经摆脱 这个所谓在过去 在张忠谋时代 大家有所谓这个张忠谋原则 但是现在资深半导体分析师 陆行之他发文说 台积电过去比较严格在执行 财务保守这样的一个做法 但是这几年 他们大量在发行 包括公司债的部分 同时也买进了一些高政府 高风险的这个政府的公债 所以他也提出了 总共有五点的问题 所以要请教宏哥 所以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偏离 在过去张忠谋 在财务比较保守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这个财务 我觉得陆行之间 他在做这个五点的批判 我们如果简单归纳 其实他就是在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说 台积电的这个财务操作 尤其是套利这件事情 是不是做得太多了 第二个是他有没有偏离了 刚刚讲的财务的保守原则 我们先讲财务保守原则 因为这件事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说张忠谋现在是在2018年退了 现在是2023年 这五年之间 台积电的负债占整个资产的比例 是从11%增加到30% 所以这个五年内 看起来11%增加30% 真的增加满多的 从11到30% 对 我想就是说 陆行之间先生他就提出来 就是说应该是说 希望台积电能够对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财务操作 去做一些说明 他是在提醒公司 刚刚就讲就是说 从11%到30% 这个对台积电来讲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不过我们也要看 就是说这五年 台积电其实也是在经历大成长 大成长 大获利 而且还大投资的阶段 事实上就是说刚刚讲的 2018年他的获利没有那么高 可是到了2022年 就是去年 他的净利已经是一兆了 营收是超过两兆了 所以他事实上是大成长 另外他也是大投资 他每年都投资300亿美金以上 所以他是有很多的资金的需求 现在美国 德国 日本 同步都在投资 同步在进行 所以他是需要很多的钱的 如果30%在一般上市贵公司的话 其实也算合理 对 我刚刚就要讲 就是说30%对台积电 好像看起来很高 可是你如果去看上市贵公司 或者是你去看国际的这些企业 Intel 三星等等 我想他们的负债比 也都不会低于30%的 我想30%到40% 是很多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常态 就是说负债比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 这个财务的保守原则 他们有没有偏离的 有没有跟以前不一样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 台积电当然可以去说明 但是我觉得可能严重度 没有这么高 但是我刚才讲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在财务操作 它是不是做了太多的套利 然后这个套利是不是真的一本万利 像台积电想的那么的没有风险 其实这是不一定的 刚刚我们这一阵子都在讲 美国人公债殖利率 因为公债大跌 所以殖利率大幅增加 你买债券 你其实很多公司买债券都是赔的 另外就是说台积电 因为陆先生他就分析 就是说因为台积电是用 他自己很好的这种债券的 这样子的一个平等 然后再去投资 这个可能是比较差的公司债 这样的套利只为了一两% 去做这样的套利 到底对不对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值得讨论 我觉得10月19号的台积电法说会 他们可能也应该对外去说明这件事情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的是 中国现在的经济阴霾 是不是让今年的黄金周的消费 都黯然失色呢 先休息一下 稍后了解